林靖柯先生呢 他有把这个豆瓶猥猜 他问老师 有起来这个肥肥 这样算净胸吗 这个新鸭的这个肥料 算是用的这个肥料 感觉吗 嗯 这个目前给他看起来 就是他这个结尖上 应该是还好 因为看到他说 看不出有很大的 这个问题 但是他那个肉比普普 这个算叶肉 肉比普普普普 这有时候是他的一个 这种 拼症 还是说 这个牛番茄 他本身有这种的 这个 都会有这样的 都有这种的这个问题 这有时候 还没说真要紧 不过要注意的 就是说 这个 可以稍微注意到 这个部分 就是他有时候 如果他比普普普 表示淡索有更高一点 这个淡索 它就更容易删成 这个缺木的解决 所以这可能 你在这个部分的 要稍微注意 再来就是说 心味 我们在看就是说 这个心味 第一个灰 第一个灰 出来之后 你会可以来 来看他 来看他 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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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是不是有一个 是这样想过头订单还是怎样 一般通常有时候有一些 这个冰冰 想过头冰起的这个 就是说你用要有一个冰冰 很扁 这种四价四价就没关系 冰冰就是这个缺盆 所以这我们可能是都要 稍微注意这个情形 所以目前看起来 不过看这个蝦子 这个倒高倒起来的这个 通常我们一般的去 判断说是不是这个夹 吃的这个夹的这个粮米 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样就好了 这大概其他的这个问题 看起来倒是还好 但是吃到饭 就是说你一定要稍微注意 因为蝦子有稍微倒高 卷上来的情形 这大概我们的判断通常 是不说够欠还是怎样 但是就是蝦子行 在那里就是要 这给我们一个提醒 这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大概是我们给你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在这方面 你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这样就较没有这部分的这个问题 好 因为有时候很多这种就是说 这个肥分欠缺的这个竞争 还是赌到 这个通常就去影响到 散用和品质 所以我们都一定 在判断这个东西都是一个 属性 并说缺盆 为什么我们在判断 第一个会来的那个所在 是不是有冰冰 因为 他通常那些那些 如果是冰冰就会 较容易作成这个缺盆 但是 摸到小块冰冰 要不一定是缺盆 但是你如果看到 他很冰冰 还是说这样 真正 而且他已经有耐下去 有一个耐一个膏在那裡 通常就代表这个藏 已经到这就已经有缺盏了 所以我们 请大家去看看 摸一下摸一下 我们就知道 有在注意 有稍微捕一下 捕一下 这个问题就较买 如果都没去注意 有时候就一不小心 刚才天气的变化 就更容易 有这种缺盆的情形 来发生 所以 这在这里 让你稍微了解一下 这大概 可以让我们提前面 做参考 就是说 你在判断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判断这种 阿伯 有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 在说有一些这种 判断的建议 这都真正都是建议 就是说 你这样去观察 就是 他人的经验 下来后 你这样给他观察 你在观察的时候 对于这方面来说 就是说 你会可以稍微来给他 鼠船就行 以后 你当 当然你如果看到 已经缺 那种症头就是缺 我们在报 这都是 有差一点 所以我们平常 就是要 下来后 最后也要有办法看 这 人家说 最厉害的 医生 就是 他都没有什么 竞争的时候 我们就有办法 以后 这种最厉害的医生 你看到很健康 但是我们就 首先 知道什么 什么 什么 可以以后 但是 这 不太简单 另外第二 第二 就是说 他稍微看 有一点点 高 因为 腰 看不出 我们就有办法 去查出 第二极的医生 第三极的医生 就是说 有政策 我们有办法 判断 有办法治疗 这算第三极的 这三极都叫做良医 第四极的 这算下流的医生 就是说 有那个症头 他也不好 但是有时候 一些症头 不一定是 真正是 他也好 就是说 连政策的判断 不准 这种就 更刺激 所以 我们最好是 可以做 最第一极的 可能 做得比较高 但是最没有 在第二极 我们要做得到 所以 随时 你要去观察 看看 所以 我们好朋友 看到这个情形 我们可以 让你了解到 这大概 可以 很简单 在这方面 来 做一个 处理 这提供 给你 做 参考 哦 给你